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不定啊 还真有 话说呢 那是1994年6月的一天 在波多黎各的这个卡诺瓦纳斯镇上 紧急情况办公室的负责人阿奎约呢 他接到一通电话 电话那头的人呢 听起来很不安 呼吸呢 有点急促 嘴边呢 反复念叨着 死啦死啦 羊都死啦 快来人 快来人哪 这阿奎约一听呢 嗨 说死了几只羊有什么嬉戏的呀 可人家电话都打来了 那问题得解决呀 怎么办呢 去现场看看呗 一到现场呢 阿奎约自己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说这是什么情况 只见几只山羊和绵羊 惨死在草坪上 离奇的是 他们的颈部呢 都有创伤 体内的血液啊 已经流干了 可你仔细看现场呢 现场根本就没有留下任何搏斗的痕迹 而且呢 这几只羊狮摆放的是惊然有序 人们醒来后 发现他们的羊全都死了 而且摆放的整整齐齐 就像被施了什么魔法 人们全都大眼瞪小眼 束手无策 哎 确实离奇 按照程序啊 阿奎约呢 赶紧去去走访调查 他说有没有目击者呀 谁知道点什么情况啊 这不打听不要紧 大伙那一听啊 那是炸开了锅 纷纷站出来说啊 说我们家的牲口也是这么死的 乖乖 这一统计呢 感情这方圆30英里以内啊 有超过150头牲口邂逅于海 可怕的是 这些羊啊 牛啊 鸡啊 狗啊 都是一个死法 脖子被咬开了 体内的血液呢 都没了 而且那现场很干净 比起意外死亡 他更像是一场有计划的屠杀 这消息在小镇上一传开呀 关大量 大家伙吓得那是门都不敢出 总之这事闹得那是人心惶惶 阿奎约呢 他也完全摸不到头脑 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时候呢 有个年轻人就站了出来 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地方啊 有怪物 怪物 什么怪物 这个年轻人说了 说他长得很丑 眼睛很大 而且嘴里呢 还发出一种奇怪的哨声 那他是在哪儿 又是怎么看见这怪物的呢 哎 据说呀 事情呢 是这样的 有一次呢 他在车间里面干活 突然呢 他就感觉自己背后啊 有一个巨大的阴影 他下意识的 回头一看 吓了一跳 我哪个亲娘怪物 那是什么东西啊 他隐约呢 看见一个绿色的庞然大物 眼睛同红 动作呢 根本不像咱们见过的任何一种动物 而且 但凡他经过的地方 都会留下一股的浓浓的硫磺儿 那怪物在密林中左拐右拐越来越快 我跟不上他 然后他飞了起来 悬在半空 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哎呦 可惜 还没看清楚呢 这怪物呢 就飞跑了 那就在大伙感到失望的时候呢 又有个人站出来说了 说说 我也见过 我也见过 我不仅见过 还差点啊 跟他说上话呢 谁呢 就是这位 住在小镇郊区的老太太诺卡 据她说呀 有一天傍晚 她从镇上开车回家 在一条山间的这小路上啊 看见前面有个东西挡住了她的去路 是什么呢 刚开始啊 她也看不清 还以为是猫头鹰呢 我看见在我汽车的前面 有一个很大的东西 它等着一双美丽奇异 而且巨大的眼睛注视着我 就像两个大灯笼 我情不自禁对自己说 哦 这是我有生以来 见过的最大的猫头鹰 她忽然就想起镇上的人 都在说的一种怪物 灵机一闪 想说 完了 该不会让我们面对面 给捧上了吧 为了以防万一呢 诺卡子赶紧把枪拿了出来 保命要紧 可过来一会儿呢 这怪物呢 似乎没什么动静 它并不是要攻击它的样子 它就战战兢兢的就下了车 试图跟这个怪物携后离 回答我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到底是从哪来的 它长着和蝙蝠一样可怕的皮肤 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 它张开翅膀飞起来 一下子就找不着了 我这才明白 哦 你就是那个怪物 对了 这次简短的见面和交流呢 显然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从那以后啊 就再也没有人见过这所谓的怪物 可事情的发展呢 并没有就此打住 反而呢是越演越烈 因为怪物呢 虽然再没看着 但牲口却不断的 以这种血液被吸干的方式 死去 这时候呢 有人说了 说那怪物的该不会是个吸血怪了 您想想啊 会飞 长相恐怖 还专门吸血 那不是吸血怪 还会是什么呀 这么一说呢 这小镇一下子就出名了 各种采访报道 那是满天飞呀 每天晚上这里呢 都会聚集一大帮全国各地来的探险者 他们在这小镇的这个雨林里边 来回穿梭 大家都想见见吸血怪的卢山真面 空气紧张的让人透不过气来 人人都睁大眼睛 寻找那个可怕的怪物 可惜的是啊 一无所获 可怕的是 从1944年到1996年 几十年的时间里呢 卡诺瓦纳斯镇 他已经有两千头牲畜死亡 而且呢 这些牲畜的血液 无一例外 统统都被吸干了 吸血怪 同许多神秘传说一样 似乎缺乏证据 你通常听到的都是别人的讲述 可你怎么也遇不到他们 这真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故事里悬疑重重 谜局颇多 吸血怪是从哪来的 那么多牲畜是被谁杀害的 连续几十年呢 都没人见到吸血怪的影子 那有人就质疑了 说会不会是方向错了 那根本不是什么吸血怪干的呢 就在人们想转移注意力的时候 吸血怪呢 又出现了 他换了个地方心胸 手段呢 更是恐怖至极 加畜离奇死亡 吸血怪究竟是什么 恐怖升级 牲畜的眼睛 嘴唇和生殖器不翼而飞 仿佛被做了外科手术 是吸血怪肆意横行 还是外星人遗留的实验现场 将军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掘密 上集说到 波德里各的卡诺瓦那斯镇上呢 由于家属被吸干血离奇死亡 疯传 此地呢 有吸血怪横行 可几十年来呢 几乎没人真正见过 那更别提抓到他 那这时候就有人怀疑了 说那些动物的死亡 有没有可能是别的原因呢 没想到 注意力还没转移成功 新的动物离奇被杀事件 又发生 在美国阿肯瑟州呢 当地啊 有个农场主 他叫里奇卢姆斯 他主要靠养殖禁忌牛为生 那为了更好地看管这些牛呢 他还养了另一种动物 牧牛犬 您知道这是名叫 达德利的牧牛犬 那就是他的重点培养对象 里奇全家呢 都很喜欢他 他是我的好乖乖 我准备把他培养成 我的得利助手 因为他身上具备非常优秀的品格 平静的日子 在一天夜里呢 被打破了 怎么了呢 话说那天 里奇啊 放完木回家 辛苦了一天 他是倒头就睡 可半夜里呢 他听到了自己的牧牛犬 达德利啊 他在院子里面乱叫 说有人来偷牛吗 这里奇呢 连忙起身 他到院子里面去看看 我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 所以我根本没往深处想 也许来了几只丛林狼 没准是兔子什么的 这种事常有 我又回到了屋里 没一会儿 供服院子里又安静下来 没人偷牛 那里奇他就放心地睡过去 第二天清晨呢 他发现了一个怪事 很多秃鹿啊 在地里抢食 那咱们都知道 秃鹿呢 它是以大型动物的尸体为食的 里奇呢 感到不妙 赶紧就跑过去 看了看 我以为是死了一头小牛 所以就下车去看看 可出现在眼前的一幕呢 让他连连倒退 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最心爱的木牛犬 达德利 被支箭了 而且呢 死相可以说是 惨不仁 达德利的脊柱 从紧帛到内部 那一段呢 他是不一而非 部分内脏呢 下落不明 并显得体内滴血不胜 除了少数内脏之外 身体的其他部位都完好无缺 切口非常干净平整 不知是怎么做到的 狗的脊柱也不见了 一整段脊柱 被从连接的部位拆了出去 而且没有造成其他部分的任何损伤 这的确令人感到吃惊 那会儿呢 李奇他还没来得及心疼 他就觉得这死的也太诡异了吧 他赶紧就叫来了兽医 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条狗就像是被动了外科手术 看见这条线吗 就是沿着这条线 他的整个脊骨 从肩部以下 一直到臀部都被切掉了 他的舌头也不见了 可牙齿和鳄骨都没有损伤 他不像是死于一场正常的事故 比如被汽车或火车撞了 感觉到很像是什么东西 从空中俯冲下来 把他叼走 等到把他的内脏器官切掉后 又把他扔在这儿逃走了 会飞 是血 这让他们想起了几年前 来自波多黎各的吸血怪 难道说这吸血怪 它转移攻击阵地了 还没等他们想明白呢 新的动物被杀事件 是一件一件传了出来 而且杀害的手法 比起波多黎各的吸血怪传闻 有过之而污不及 林乔这匹马 他的外皮从头骨上被完整地拨到了后面 还有这只牛 他的眼睛 耳朵和乳房这些器官呢 都像是做了外科手术一样 被精确地切除了 蹊跷的是 伤口 他没有出血 切割手法之高超 确实令人惊叹 有关吸血怪兽的案例 一件接一件 数都数不过来 你不得不面对他 因为案例太多了 可能性也就变得非常大 难道这真是吸血怪干的 那他究竟藏在哪呢 咱们有没有可能抓到他呢 这时候呢 有人就说了 说你们快别瞎猜了 这事跟这吸血怪啊 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趁直的调查人员 总会去了解时间 地点 人物 事情的起因和经过 大批牲畜离奇的死去 肯定有其内在的原因 说话的这位呢 叫马歇尔 他是阿肯色州的一名警官 人家说了 说我不相信一件事上 有什么吸血怪 并且呢 坚定地认为 所有动物的死亡 那都是自然原因造成的 啊 你说是自然原因 他就是自然原因造成的 你有什么证据啊 啊 有证据 马歇尔警官说了 不难 其实呢 刚开始啊 马歇尔警官猜测 这些动物呢 可能死于一种叫做 黑腿病的疾病 这种病呢 其实它就是动物界的败血症 那表现出来的这个症状呢 跟这些动物死的时候的 这些情况差不多 可有一点呢 他解释不了 那就是器官残缺 这让马歇尔呢 想到了一种可能 那就是突就吃了 为了拿出证据 证明自己的猜想呢 马歇尔就找来 自己的副手李克 决定做一个新奇的实验 他找到当地的一位农场主 要求对方呢 捐出一头死牛 然后呢 把它摆放在空地的中央 复原他死时的原状 接着呢 派了几个助手 他们一起呢 在不远处呢 搭了一个凉棚 准备就地 看守这头死牛 我们安排了两名警员 在那蹲守 我们大家轮流换班 一班八到十小时 这样就保证了 每天24小时 昼夜不停地进行观察 最开始的几个小时里呢 这头牛的尸体呢 急剧肿胀 除此以外呢 什么都没发生 一具尸体摆在那儿 在夏天气温 三十多度的情况下 用不了24小时 尸体就会肿胀得非常厉害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牛皮啊 都肿胀的蹦裂开来了 他也没有见到 这个突袖的影子 那马歇尔他就想啊 难道是我们离这尸体太近 突袖他不敢接近吗 可这突袖的胆子并不小啊 他们决定到这个死牛跟前啊 看看有没有别的原因 这一看 哇 找到了一大堆的凶手 是什么呢 您瞧 就是这些师父大军 绿头鹰 一旦尸体肿胀起来 内部的气体就将内脏器官 从体内挤压出来 绿头鹰会以极快的速度 把这些内脏清理掉 这些苍蝇呢 一边吃 还一边产卵 专门挑些缝隙处呢 下卵 比如这眼睛啦 耳朵了 鼻孔了等等 除了这苍蝇呢 还有蛆蟲 他们用唾液溶解 并吸收那些死去的组织 这吧 不到一天啊 这些微型的外科大夫 他就在牛的尸体上 弄出了一些断面 而且呢 尸体和周围地面的血迹啊 几乎被清理干净 哎呀 简直不可思议 那些切口没准 就是蛆虫制造出来的 虽然看上去不是很吻合 但是已经很不错了 这么说 可怕的吸血怪 它不过是些苍蝇 蛆虫 未必 这个实验结果一公布呢 不少人站出来反对 他们说了 说这个答案根本就解释不了 所有动物的死亡 比如有些动物身上的伤口 它并不是简单的腐烂面 而是肌肉组织损伤 那这种损伤 它是苍蝇 蛆虫这些微型生物 在短时间内 它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哎 事情呢 是越来越诡异了 除了吸血怪以外呢 还有不少人开始猜想 说会不会是什么邪教组织下了诅咒 又或者是 这个外星人来做实验呢 我们还验证了一种说法 在牲畜被肢结以前 人们见到了不明飞行物频繁出现 不过呢 这些说法呢 都没有什么切实的证据 不过是捕风捉影 人云亦云吧 那甭管是吸血怪 还是其他什么怪兽 那要是能够抓到一只 有切实的研究物 那就好 当务之急是抓住一只 我杀了一只 我们需要一只 死活得来一只 鳞片 背刺 牙齿 骨头都行 可现在我们两手空空 那就在大伙着急 手里面没东西可研究的时候呢 不断转移攻击阵剂的吸血怪 它又现象 这回啊 可算有人抓到他了 在哪呢 尼加拉广 这地方呢 有个叫马尔派西洛的小镇 镇上的百姓呢 家家户户户都有牲口 和之前的案例呢 一样 那这位乔治鲁皮和他的这个邻居们呢 在短短的一个月内的时间里呢 损失了一百多头牲口 各个呢 都是死相惨烈 鲜血全无 就在这儿 我现在这儿找到了五只死羊 又在那边找到了三只 羊圈里到处都是尸体 没过多久呢 鲁皮就在自家的蓄水池那儿啊 就看见了这种怪物 并且呢 不止一只 有四只 看样子呢 他们正在狂欢 阿廷高兴 围着水池 手无足蹈的羊 那天晚上十点钟 水池里有四只怪物 他们大约有三英尺高 我们出来瞧的时候 他们很快就逃走了 好家伙 你杀了我的羊 你还跑到我家院子里面庆祝 你这胆子不小啊 当时呢 鲁皮呢 就压抑住心头的怒火 赶紧去把这牲口呢 都圈好 唯独留下了一头羊 那他要干嘛呢 哈哈 做幼儿 没错 鲁皮呢 想要亲手抓住这怪物 他放好羊以后啊 他就回屋了 关了灯 静静的等待着这种怪物的来访 那他究竟会不会来呢 到了后半夜呢 只听啊 这院子里面一阵骚动 有个动物呢 以飞快的速度穿过空场 就扑向那头幼儿养 鲁皮呢 直接把门踹开 举枪瞄准 扣下半斤 我开了一枪 子弹击中了他 那家伙开始绝望的扭动 但是没停下来 我又开了一枪 我跟在后面跑出了五十米 连去开了七枪 可还是让他跑了 他一路上都在惨叫 哎呦 真可惜啊 那有观众要问了 那不是说抓到了吗 怎么还是跑了呢 别急 过了几天的鲁皮 就发现自家地里面 有突就在盘旋 说不对劲 他就走了过去 结果发现了一具 看起来相当可怕的尸体 那具尸体的确让我感到震惊 我长这么大 还从未见过这种动物 它的上颚下颚 各有两只巨大的拳齿 耳朵和蝙蝠的相似 躯感很小 但是眼睛有些异样 不过尸体 已经让突就 啃尸毁坏的差不多了 鲁皮当时就觉得 这肯定就是 他击中的那只怪兽 说不定他就是吸血怪 他赶紧把尸体呢 就送到了尼加拉瓜大学 研究人员听他这么一描述呢 说兴奋了 哎呀我的老天哪 他传说了这么多年 终于见到真家伙了 我们立即组成了专家小组 对此进行评估 大学是干什么的 大学是一个学术机构 它应该有能力 为人们解除恐惧和忧虑 对危害公众利益 对人类社会公然挑衅的行为 做出反应 那么鲁皮打死的这只 那究竟是不是传说中的吸血怪呢 让所有那些动物离奇死亡的世界 那都是这种怪物 一手制造的吗 神秘吸血怪物终于现行 杀害牲畜的罪魁祸首究竟是不是他 细心解剖 科学求证 什么样的结果 却令所有人都未知震惊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上街说到 杀害所有动物的罪魁祸首 终于捉拿鬼案 只可惜啊 它被突就吃的几乎就剩下一个骨头架子 那这究竟是个什么怪物呢 研究人员呢 立即进行检验 我们兴奋的不得了 因为 这有可能导致我们发现一种新的物种 研究人员呢 花了两天的时间 把这个怪物的骨架呢 搭了起来 这么一看呢 发现有点眼熟 不过呢 为了避免出现什么差错 那研究人员还是测量了所有骨骼的结构 我们不敢掉以轻心 虽然骨架很面熟 但我们还是仔细测量了脊柱的长度 尾巴 骨盆 和胸腔的尺寸 从这种怪物的毛发 乳腺来看呢 基本能够判断 它是个哺乳动 那它是不是靠吸血为生呢 很可惜啊 虽然它的牙齿紧密而坚固 但从嘴巴来看呢 它肯定不是用来吸血的 接着呢 研究人员呢 把它的颅骨和他们最初的怀疑对象 犬科动物的颅骨呢 进行了比较 通过对比你可以清楚地发现 狗的颅骨与宋爱的这种动物的颅骨非常相似 无论是牙齿的大小排列 上和下和的结构都很相似 结论恐怕不难做出来 这是一只普通的狗 虽然确实难以置信 但他们还是立即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公布了这个重大发现 希望公众不要过于恐慌 更不要以讹传讹 把事实的妖魔化 没想到这个结果差点引起民众暴动 怎么呢 几乎没有人相信血洗这些牲畜的怪物 它竟然只是一条狗 研究人员们他也很委屈 说他是不是袭击生畜的怪物 那我们不知道 但送到我们这来研究的 他的的确确就是一条狗 其实这里存在一些误解 鲁皮发现的那具尸体 就是那天晚上被他击伤的怪物吗 未必 因为狗的叫声与那神秘动物完全不同 鲁皮真会分辨不出来 鲁皮之前见过四只怪物在水池中嬉戏 他真会搞不清他和狗的区别 如果那怪物不是狗 我们就要小心了 说的没错 这具尸体呢毕竟不是当场抓住的 还有人怀疑 说他会不会也是遭到了怪物的袭击死去的呢 这都很难解释 那么吸血怪真的存在吗 吸血怪兽不光是一种神秘现象 它更演变成了一种文化 它正向世界各国扩散蔓延 它不光让人感到恐惧 也极大激发了人们的好奇 恐怖之余 有人呢就把他和西方流行的吸血鬼联系在了一起 因为这种怪兽呢 他只杀牲畜而不吸人血 他们认为 难道是传说中的素食吸血鬼 那什么是素食吸血鬼呢 有部电影呢很有名叫 目光之城 这个系列魔幻大片呢 估计很多朋友都看了 他里面就讲到 在吸血鬼里有一个分支 他们是不吸人血的 而是用动物的血代替 说白了 就跟咱们人类不吃荤菜 只吃素菜 它是一个道理 对他们来说呢 动物的血 它就是素的 这么一说呢 专家要笑了 说这电影的内容 它怎么能够当真呢 那都是编出来的 的确 吸血鬼呢 咱们一般都是听说 那真正建国 它也基本上 那都是在电影院里 也因为这样 有专家呢 他就提出说 其实吸血鬼根本不存在 它本身就只是一种文化现象 怎么呢 据说呢 在18世纪的时候呢 人们得了一种疾病 患者临死前呢 那都是脸色惨白 整个人呢 都像是湿血一样 那咱们现在看呢 其实啊 它就是肺结核 但当时的人 它不了解呀 找不到病因 然后大家就猜想啊 说是不是让什么怪物 把这血都给吸没了呀 那这么一来而去的 就有了吸血鬼 这种看不见摸不着 但人人都弹着变色的东西 久而久之呢 它的神秘恐怖 就成了艺术家们 创作的素材 那加以想象演化 最终就成了咱们在电影院里面 看到的那个样子 那如果说吸血鬼不存在 那人们弹直色变 那只是源于对某种疾病患者的误解 那么吸血鬼 那么吸血鬼它到底存在吗 有人认为 这吸血鬼呀 那肯定存在 那不然的话 就没办法解释前面这么多血淋淋的案例呀 有人说 它根本不存在 津津乐道的人 都是大脑出了问题 难道那么多目击者 都是脑子出了问题 在胡言乱语吗 病毒细菌可以导致牲畜死亡 但无法让牲畜这样离奇的死去 后来呢 有人专门就搜集了这些死掉的动物啊 送到官方受医处呢 检验 在检验了三百具动物骸骨之后呢 得出了一个结论 死亡原因不明 那专家给我给出的判断就是 这种怪物的攻击性和速度 远远超过了狗和泥猴 但它到底是什么 会不会有一天开始袭击人类 一代不得而止 这怪兽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深层原因 它究竟会如何演变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许多现象你是无法解释的 每个人都有它片面的时刻 从现在的种种迹象来看 这种动物的确有可能存在 说的没错 咱们呢不能否定吸血怪物的存在 但是呢从科学研究来说 除非找到这种吸血怪兽的活体标本 不然呢谁都没法肯定这种未知物种的存在 当然了随着人类的不断探索 相信这些离奇的现象的最终都会得到一个 科学合理的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